这几天有点忙啊 我们又入住了喜马拉雅听书 在那儿呢 大家如果还有额外的兴致 可以去听听我们录书 在后面现在正在学习 那录书呢当然也是录一些 跟这个国学玄学有关的 一般的书 除非人家找咱们来捧个场 到时候反正挺忙的 也除了主业我们学习深造以外 那么很多时间就要花在 也是要赚一点小小的收入嘛 看看能不能更进一步发展 当然我们的视频内容讲课也会搬到那边 这边也会再讲 那么我们上节课说了 在权则利之权 然后说则 其实权则利它一定是不分的 一个人 他什么时候都会有这几项 那权呢就代表天 权则就代表人 人 地 之利 一个人是这样 如果你要分那不同的层面的人 和上层的人 是权 在一个公司 你再高的职位 总比不过那个最高的 那老板说 让你下去 就是说财就财 那生杀大权 大部分公司是这样 那说则呢 这个 其实是最最重要 因为它是阴阳结合的一个产物 人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他就有不同的角色 就有最重要的了 不同的责任 我们中国 其实 不讲权利用 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 你有心 一定回去 努力 负责 你看找对象 女生找男生 他就得找一个负责的嘛 不管这个人再笨 那这个心 他一定要踏踏实实的 为你负责 为整个家负责 那反过来一样啊 就工作当中 那么这个责任呢 就是你必须要做的 能不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管你想不想 你想做 能不能做 还是一回事 但这个责是你必须要做的 你没有做 你就不负责任 就没有完成你的角色扮演 没有完成你的使命 那你说利 我们 它是一个结果性的东西 那权 它怎么变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抓不到 那你自己 用权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 方向 但这个责 我的责任 说到最极端的 说到最极端的 就赶紧死了 那你就死了 死得其所 危机无愧 那赶紧活 你就得好好的活着 即便你再痛苦 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使命 所以这个权利 也是跟外国有西方的权 那中国人最强调责任性 我们 责 说 你做不好 就得责罚 也是这个责任 你没有这个能力 就不要 在这个位置 那你时间长了就负不起责任 所以这个也是变动的 你真的通论 这个阴阳啊 天地人 所有的道理都在其中 那权利利 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 你明白了就不用学这些 你自然知道 该怎么办